好,听众朋友们,大家也知道,我们人要懂得有价值,要有意义。 我们要明白,我们经常在做错事情当中活着。 我们经常不懂这个世界一切,这就是我们经常在佛法当中讲的应声,报声和法声。 实际上应声作用在身体上,应声实际上是身体上受的,报声就是你这个身体今天所受的报应。 法声实际上就是你经过自己学佛修行之后得到一种,在你身体上能够控制你的一样东西。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的本性。 所以一个人活在世界上,要让世界上的人在社会上都得到圆满,要知道自己常忏悔。 很多人只想在人间活着舒服,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,你想在人间活着舒服,你就要不停地忏悔。 举个简单例子,你想跟邻居不吵架,想大家和睦相处,那你就必须经常跟别人说对不起。 经常想到邻居,如果你不承认自己的错,那你会得到另外一种结局的。 所以尝试几过,就是要常待的感恩之心,才能尝试几过。 因为我感恩别人,所以我就常想想,我自己做的还不够啊。 别人做的这么好,别人这么努力,为什么我还不好好努力? 别人每天在进步,对不对啊? 然后自己也做错了,所以经常要这么想,这个世界没有什么道理好讲。 本来就是因缘,本来就是果报。 人间有很多人很有本事,实际上,这些本事就是他们很多人的根基所为啊。 很多人都一样有本事,同样考状元,过去有几万个人考,真正中状元的就有几百个人,几十年。 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? 说明一个人努力靠自己,但是呢,根基也是要考天上的。 这根基怎么来的呢? 因为你上辈子的根基,这辈子我们不能挑选自己的命,但是我们用学佛人的思维可以改变自己这个运,所以能够改变的人就拥有了自己的命和运。 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地学佛,修心,好好地懂得,要制服自己散乱的心,要制服自己放育的心,不能放纵自己。 哪怕就是睡觉多睡一会儿,有时候你就会浪费你很多的时间和生命。 想一想,过去城中木骨,庙里的小和尚,早晨一起来就开始做,念经啊,修心啊,扫地啊,批财啊,担水啊,然后念经啊,就这么非常的严格。 慢慢地让自己啊,就慢慢地就开始懂得,我的心要收起来,我不能偷懒,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,修心就是改掉你过去不好的习气,修心就是改变。